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拱顶的画法 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三种拱顶的画法 透过这样的练习来介绍一些在Sketch App里面 我们会用到的指令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拱顶的图片 这边的话告诉我们有几种拱顶的形式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筒形的拱顶 它就是有一个断面的半圆断面之后 向某方向挤出一个长度 所得到的一个屋顶的形态 那在另外一种呢 是把这一个筒形拱顶 把它复制一个之后互相垂直 然后得到的一个情况 就可以像是这样的一个十字拱顶 那当然如果今天你要画成这样的肩拱的话 也是可以的 它会有另外的名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像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腾形拱顶 在实际上这个建筑里面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十字拱顶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工法跟技术 主要的目的 也是在古时候它的构造 必须用石材 能够抵抗重力向上的一个加高的情况之下 所开发出来的一种结构的形态 能够让这一个石材 能够往上跌得非常高 当然前提是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地震 好 这个就是肩拱的这个十字拱顶 当然就更加的雄伟 更加的美观 漂亮 那最后一个我们要画的是叫做 胡三角 Pendentive 那么在拜占庭建筑里面 同样的会出现的一个建筑的形式 当然 它也是希望把我们整个的圆顶的高度 再往上面堆高 好 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来绘制 这样的一个十字拱顶 那我们的尺寸是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用公尺做单位 那么柱子的宽一公尺 内部的这个圆的直径十公尺 柱子宽一公尺 那总高是十二公尺 也就是说这个柱六公尺 上面也是六公尺 好 我们接下来开始绘制 那在绘制这个图形的时候呢 我们先不用担心底下这四个柱子 这个是相对简单的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形状把它完成 所以你可以先画一个十二 乘上十二公尺的正方形在这个地板上 我们选择矩形指令 开始点一下这个点之后往右边走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输入十二点十二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十二 乘以十二公尺的正方形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往上推六公尺高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断面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断面来完成它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绘制 我们画原指令 那画原的时候同学们注意到 在这个地方它告诉我们选取中心点之外 我们也可以来利用Ctrl加号或Ctrl减号来改变段数 目前的话是48段 那当然它的内定值可能是很小 大概二十几 你可以试着把它调到48之后往上绘制 画完了一个之后 我们可以用偏移指令去画 但是这样偏移指令的话 你会发生到A这边有一点缺 所以这个可能也不是很好的方法 我们其实可以再把这个圆再画一次 用五公尺的方式 它自自然然的就会在这边得到一个 我们要的这个断面 那我们实际上要是这个形状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多余的部分 把它橡皮擦擦掉 然后给它做一个推出的动作 好 这边这个面不见了 我们画一个线把它封起来 好 有了这个形状之后 我们就可以试着去做另外一侧的这个东西 那这边我们不打算再绘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点三下 全选之后按下右键建立群组 然后我们利用复制的方法 再做一个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按一下Ctrl 注意看优标 这个移动的右下角度 应该加号的时候 它就成为一个复制的状态 我们把它移过来 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物件旋转90度 那旋转90度呢 它就是要在这个底面的中心点 去做当作我们旋转的沿心 这里我们就直接画一条线 方便它待会做旋转 所以我们选择物体之后 移动到这条线的终点 那跟它讲转90度 注意到看我们的线条的颜色 必须是红色或是绿色的 好这样的话就大致上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两个物件 给它叠在一起 好一切顺利的话 应该是会叠得很漂亮 那接下来的动作 就是要去找到 这两个模型之间的 共通的点交界处 这样我们的话 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边界找到 这个时候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两个模型选好之后 按右键 找到交集表面 可以设定于模型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有两个模型的交界处 就通通被找到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 把多余的部分散掉 好这边建议 同学们可以把它开启 平行投影之后 我们再选物件 会比较容易 接下来切换到上色图 用右下角到左边的框选方式 去框 这样子一框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群组的状态 所以这边 我们先做一个分解的动作 那不然一删就整个都删掉了 分解完之后再来删除 好转过来再删一次 好到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个拱顶的 绘制的这个图形 当然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个底下的这个角柱 把它长出来 6公尺就完成了这一个形状的绘制 好这个是有关Growing Void 这一个十字拱顶的一个绘制的方法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个Pointed Arc 这一个哥德尔拱的绘制方式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哥德尔拱的拱尖呢 它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绘制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它的这一个可能的这一种绘制的方法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大概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以这一个两侧的这一个端点 当作是圆心 然后以这边为半径去画这个 画这个弧 同样的另外一侧也画弧 那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就会在中间产生一个 一个叫做正三角形 这个当然是其中一种画法 那当然也有这个13世纪 也有一些科学家有提出来 可能的这一个尖拱所产生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半圆 透过可能在这边来看的话 是四等份 我们就把它这边切一刀 好的这个情况之下 两个弧 就用像近色的效果 把它找到两个弧 那如果是以这个三 这个四等份的第三个来讲的话 我们就同样的可以把这个弧找到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近色线 是在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可能的方式 那以我们的例子而言呢 在我们的例子当中 我们已经规范好了 整个的这一个拱啊 最外的两侧 它的这一个长度是12公尺 那么高度是8公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该如何来完成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例子 它这边它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 假使说我已经知道拱顶 距离这个底下是8公尺 那我们拱的宽度 是12公尺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去找到圆心呢 在这里它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这个斜边 在这个斜边上 其实它就是这一个圆整个的一个弦 那透过做中垂线的时候啊 它会通过我们的圆心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去创作出来的 同样的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 把这两个点连线之后 找到它的中垂线 同样的 它也会穿过圆心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可以 以这个水平线 跟这个中垂线的焦点 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圆心 那当然接下来你就可以来画弧 完成这个图形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以我们的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待会就要去画出这个12公分的这个直径的一个圆 那接下来就要找到8公分的这个拱顶之后啊 去做出斜边 然后去找到它的中垂线 好我们开始来绘制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人移到旁边去一点点 然后我们来画一个形状 画一个形状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画一个小方形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 待会要画这个立起来的圆的时候 能够来锁定这个表面 好当我们这边滑鼠移过来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侧面数是24 那当然可能有一点少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放到48号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画圆或是画弧 它其实是一段一段的线段所组合成的 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圆形 好有了48之后啊 我们滑鼠移到这个面上面之后 按住Shift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就会出现一个在表面上的锁定 你将滑鼠移出来之后啊 接下来你所画的图形 它仍然会是在这个面上 在这个面上啊 好我们就给它点一下 接下来就画出 大概12公尺 12公尺的这个圆 当然半径就是6 好照这个地方我们就得到了 这一个形状 那在这里接下来 我们就找到这个圆形 这个表有没有在圆形 我会怀疑 等一下 好像就是有圆形 好找到这个图形之后啊 我们把它的这个线画出来 那这条线啊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底下这条线 那当然我们这个弧也有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找到这个拱顶 拱顶的话 当然就是从圆形的位置往上 画多少呢 8公尺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 其实跑到这个外面去 当然这个是正确的 正常的情况之下 这边我们把这个图面 稍微清理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画出 这一个线段 当然画完之后啊 其实这个我们都暂时不要了 当然线阶段 你也可以先把它就直接给它擦掉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一个三角形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 这一个弦呢 去做中垂线 那画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easy 首先当然是找到 这一个斜边的终点 点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到我们 开始往右下角移动的时候 某一个特定角度 它会告诉你叫做 与边缘垂直 这样子持续走就对了 当然到这边就不见了 就不行 然后要再小心的绘枝 这边我们把它切成正头影 看看会不会好画一点 接下来就出不现了 我换一边 换一边 又不见了 真是讨厌了 这个绿色性可能还不行 大家还是要注意到 我们必须是要 从这个边上去画一个 与边缘垂直的这个 再往下画 那另外我们就得到了 这一个圆心 这个圆心 那由这个这样当圆心 去把这个弧完成 当然另外一段也是如此 分段画也可以达到了 好到这个地方 我们两个地方的圆心都找到 我们就来完成这个弧形 那这边的话 我们画弧可以用 应该用这种方式 中心两点绘制弧 所以呢 我们就告诉他说 这个要中心点 然后这个弧呢 从这边开始 那它的这个逻辑啊 跟我们autocase一样的 逆时针为正 所以你在画这个弧线的时候 也是要照逆时针的方向去走 那么另外一侧呢 是圆心在这边 然后从这个量开始画回来 好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拱顶 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插掉 那底下这边也把它插掉 那到这里就完成了这个拱顶 那当然接下来呢 我们会去找到 这个向内走一公尺的这个位置 但是因为这样的做法 你会发现 在这个地方啊 少了两段 如果说我们直接的去画直线下来 很可能这边的尺寸啊 就会是超过一公尺的 可能跟我们想象的 要的不太一样 因此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点变通的方法 我们不如就先把这个四公尺先画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他的下半身先给他长出来之后 我们再 针对这个面去做偏移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线就能够很漂亮的切下来 那刚刚一开始 如果说我们在上面就把它断开的话 可能就没有得到那么好的一个结果 好 今天我们再把它切断回去 当然要确认一下 我们切到是不是四公尺的位置 好 如果是的话 基本上 这一个形状我们就 大致完成了 大致完成 那有了这个形状之后 当然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往前去推 往前去推 我们把它推个12公尺 12公尺 好 推完之后就得到了这个形状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先做一点手脚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会用这两个形状 来让它做一个叠加之后 去模型交错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先把面封起来 然后打个一个斜线 待会有机会可以抓到终点 然后呢 我们就点三下 按右键之后 把它建立群组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复制它 选择移动之后 敲一下 Ctrl键 然后把它移过来 好 移过来之后啊 我们把这个形状旋转一下 选择旋转指令 选择终点 选择基准线 转90度 这个过程应该都非常的easy 因为它就是一个90度的转角 非常的容易去做 做完之后啊 把它整个的移动叠加在这个上面 这边要看清楚啊 可能这边做错就 后面也都会跟着错啊 移动 好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这两个形状的叠加 当然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去做这一个 模型的交错 我们把它选起来之后按右键 然后选择交集表面 与模型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些边界 那接下来就是要删除多余的面 当然删除之前啊 先把它分解掉 然后我们转弹到这个正头影之后啊 用框选的方式来删 就很快速啦 这边有一点小小的线 我们也把它删掉 这应该是没有框到的部分 好 转过来这个面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检视的工具啊 来帮我们转过来 好 这个是OK的 好 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所有的线段都删掉了 就完成了 我们这一个十字拱顶 的一个绘制方式 当然下方的这个角啊 再把它长出来 也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一个Pendantive 虎三角的绘制方式 我们绿电的一些尺寸 我们底下的大圆直径是18公尺 那么在这个四个边边上面的这个半圆啊 它的直径是12公尺 我们上方的这个半球体 它的半径是6 好 有的这些资讯之后啊 我们开始来绘制 那么首先我们将这个人 好 先稍微搬到旁边去一点点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到底要如何绘制这个图形开始呢 其实我们应该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叫做这个圆的圆盘 还有我们底下的这一个方形 那这个方形 其实它是12乘以12的这一个 一个正方形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先来绘制一个 12乘以12的这一个方形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那当然它代表会有用处 那我们根据这个东西 再来画一个半径为9的圆盘 那在画圆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指定我们的侧面 目前是48 好 接受了 我们就选择终点之后 开始画一个半径为9的一个圆盘 好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形状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那同学们来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方形的边边延伸到这个圆上面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边缘上的这几个点 所以我们在画这个图之前 我们观察的结果 发现 其实这个方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待会会在这个上面啊 来画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去 做一些处理 做一些处理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完成圆球 那圆球的话的画的方式啊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就来画一条 我们先把这个圆啊 给它拷贝一个在旁边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画一个东西 好 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啊 来画一个四分之一圆 所以我们往上走 九个单位 九个单位 然后呢 试着把它画成一个四分之一圆 这边呢 我们就先把它连在一起 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待会在画圆的时候啊 它可以去锁定到这个面上 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 直接就锁定了 好 我们再把多一的部分把它擦掉 好 有了这两个形状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用路径跟随的方式 点选底面 点选路径跟随之后 选择这一个四分之一圆 那么它就会把 这一个半圆球 帮我们做出来 那当然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一些 线条什么都会不见 因为做这个半圆球 那实际上我们希望保留 看看啊 这个可能也 这个时候画不到行不行 我们来试一下 假如我把这个两个面选好 再做路径跟随 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线 看来不能太早出现 我们只好先选 这个底面 再选路径跟随 把它做出来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来看看 我们从这个线把它画回来 再把这个面封底 那因为我们其实待会要做一些叠加的动作 有一个底线 方便我们去抓到终点 也是蛮不错的 再过来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去完成 我们几个重要的线段 首先呢 我要在这个地方去画一个半圆 这边也是要画一个半圆 然后去做一个对应的一个推出的动作 所以呢 我就要来画 那在这边画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把它往上推6公式 这边当然可以不用去推了 因为我们其实要画单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面之后 你会发现到 同样的我们又可以来锁定到这个面 我就可以来完成我这个6公式的面的绘制 另外一边当然也是一样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擦掉 那接下来呢 就可以针对 针对这两个半圆 去做一些处理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往前推 往前推 推到 推过头之后 我们大概就把这两个图形叠在一起 透过相减的方式来得到它 那在推之前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面 给它先群组 这个面也群组之后 开始来推 基本上就是要推超过了 前后都要超过 那么推超过之后 待会相减 它才会有足够的这个 重叠的区域 这个两个也是一样 把它推过头 好 有了这两个形状之后 我们就OK了 我们就可以 透过这一个终点 去跟这个图形 把它叠在一起 这边我们框选之后 选择移动 然后把它移动到底面之后 透过终点 去做一个叠加的动作 好 这边叠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模型交错了 模型交错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物件选在一起之后 按右键交集表面与模型 那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整个形状就做出来了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把多余的部分把它除掉 这里啊 切换一下镜头到平行投影 可能会比较容易来操作 那么记得在做一个删除之前 这一点要先把它分解 刚刚没有分解就删除 所以整个就删掉了 所以要先做分解 之后再来删 那你看我们框选物件是从右边到左手边 去做一个删选的方式 比较快速 这边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先不要选到 右边的 这边竟然 我看看 这个应该是已经删掉了 我在这个阶段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个形状出来 因为我们还没有删完 你知道吗 其实你要再选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那选的过程当中贴近它 但是不要选到太多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短短的线段一段一段 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 这一个弧线 这个语言都是透过这个 一段一段的线段去模拟出来的 好到这边还没结束啊 继续删 这边一直删到这个形状出来为止 好到这个地方就得到了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 稍微三角拱顶 三角拱顶 这边删也不能够太太太那个太大力了 还是要小心翼翼的 我们现在其实在看这个拱顶的底面 好这样就把它做出来非常漂亮了 这个三角拱顶 在这个地方 把它完成了 那接下来 这个刚刚有点删过头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画 那在这里呢 我想先把整个的 这一个 底面 把它封到这个地方 来观察一下 看起来应该 框里面比较好 我们倒过来这边再画一次 这样才会是一个方形 方形 那我们画完这个东西 其实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个 这一个 6公尺的 这一个半圆球 那当然这个 刚刚这个 同学们在画大圆球 应该已经画出来没有问题 所以要画半圆球 同样的做法 我们就是画一个圆球 先把这个开口把它 挤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半圆球放上去 所以呢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就把它 整个物件 这个太早化了 先把它擦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形状 给它群组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底部把它封起来 然后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高度 6公尺 6公尺 那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半圆球 它是 半径6公尺 所以 你把它切换到它上面来看的话 它应该就是一个 半径6的一个圆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面上 去画一个 半径6公尺的圆 然后再把它往上推 是不是就OK了 是不是就开口就会出来了 可以想象吗 我们把这个东西往上推 一直推到这边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这一圈的开口 就会出来 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再给它做模型交错 到我们的模型 之后啊 把它删掉 然后把它删掉 当然这个时候 应该要把 连同整个的拱顶 这一块要挖空 但是 要先把它分解掉 然后把它挖空 但这个量就 有点小尴尬 同学们可以注意到 就是好像我们 在挖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面 一段一段 是不是能够 分的那么漂亮 看一下 好到这边 照理讲这边应该也要挖掉 到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形状 就越画越漂亮 对不对 刚刚 下方还有这个屋顶 好像就没有这种感觉 实际上 这个构造它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把屋顶 尽量把它撑高一些些 那这样子画出来 好像我们的尺寸也规定的不是那么的理想 从外面看这个是很漂亮 但是好像在内部的这个拱顶 它应该要再更 薄一点点 更薄一点点 好 那究竟该怎么去完成这个图 画得更漂亮 我想这个部分 就留给同学们来研究了 接下我们最后把这个 圆屋顶给它 照上去 照上去 因为这边看起来还不是那么的 美丽 美丽 这边应该要再 薄一点点 薄一点点 好 我们把这个圆圈圈 把它画回去 这个圆圈圈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其实都有 参考线 把它封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来 画一个半圆 这边的话就往上 画6 因为它这个半径是6公尺 把它封起来 然后在 路法炮制 原心 弧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擦掉 接下来档案同学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不对 点选这一个面之后啊 点选 路径跟随 点这个圆球 那就完成了我们这一个 拱顶的绘制 那当然这个从里面看起来感觉就是像这个样子 当然美中不足啊 就这个地方好像跟实际的构造有点落差 当然该怎么去把它 画得更加的美好 我想这个就 留给同学们去做研究 做研究 好 那我们的这个课程啦 这边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那当然 有许多的这种 集合的形体 好 我们在 掌握到了这个形状的构造之后啊 都可以来 动手的 画画看 看看它能不能够 帮助你找到一些 有趣的这个灵感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